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公平的环境长大 常常被灌输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丑的人 是一个爆玫瑰 就是不断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恐吓勒索轻蔑那种态度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 非常容易焦虑 有时候甚至晚上都会不好睡 我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想说 要怎么死会比较舒服 比较快一点走 我不会被人家救起来 她是拼布教室的老板娘 我跟她报名的时候 她就第一句她说 蔡依你好漂亮 我就很惊讶的望着她 她说你真的很漂亮你知道吗 我就很震撼 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 她就在每一次的教学过程当中 真的很细心 然后很亲切 很温柔 然后就跟我介绍一位上帝 然后她就说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从现在开始祷告 我说蛤 她说嗯 我告诉你 她就这样教我 然后想说祷告 她每次都带我祷告 然后都会送我书 送我福音的书这样 然后她就教我这样 然后我就开始这样的祷告 然后去感受到神的爱 然后被神给摸着 就被神的爱充满 然后每天都很喜乐 每天每天每天 喜乐到那个教会的人说 才疑你为什么每天都在笑 然后才慢慢的 生命才不断不断被更新 在主日的时候 寇牧师有说过说 嗯 你要去跟家人做合一 在祷告的过程当中 神给我一个启示 神就是不要理他 然后我就很感谢神 我就是真的就是 照他的意思去做 真的没有理他 半年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又过了个半年 一年半 然后他就觉得我很奇怪 然后开始观察我 我觉得是神在里面做工 因为他后来自己主动的来找我 主动来关心我 然后我才去静下心来 当然这当中也有去想说 他其实是第一次当妈妈 然后后来就是去静下心来 去去了解说 其实是妈妈她想要去做一个和好的部分 神给我启示 然后去接纳 然后那个怒气会马上消掉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的特别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给我的爱是公平的 他从刚性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减少过 我觉得那一份爱真的让人觉得很满足很甜美 他真的是让我可以在他的里面更新 然后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他里面 他真的是被尽草 我来给你开心 我会来吧 我可以带你去 你拿一个颜色 他在这个时段 我可以带你来 优刀 我 hogy你也会带你到他的地方 我可以带你去 我可以找你 他人也是